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戏曲青年说 我是读戏人赵娟 一个生动的故事 其实源自真实的历史 湖南花鼓戏老表一世 以喜剧的方式剖析了一个严肃的主题 让人们在笑声中体会到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品戏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老师 欢迎您 一位是说戏人 花鼓戏演员罗勇 我们先请出罗勇 让他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 大家好 我叫罗勇 是一名湖南花鼓戏演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出老表一世 就是花鼓戏的代表作之一 这出戏讲述的是湖南的一个旧文人 名叫文友章 他以帮别人代写书信养家糊口 生活那叫一个穷困潦倒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得知毛主席就是他多年未见的老表 用他自己的唱词说 这阵时 你我也有 凡生日安 昆龙已有 上天时落 这一下子 自己就成了毛主席的亲戚 乡亲们一听说有这事 就穿着他给毛主席写信要个官当当 这文友章一听觉得有道理啊 可是他一回想 这张口求人的感觉难受啊 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呢 多没面子 但是乡亲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哎呀 都是毛主席的亲戚了 还不能给个官当当 这文友章忐忑地问乡亲们 这个信能不能写 乡亲们都齐声地回答 谢德 于是他大喊一声 门门 提笔就写下了这封要官的信 毛主席收到了信 并派毛岸英回家乡来考察这个老表 毛岸英在考察的过程中 知道了他想当官的原因 也了解了他其实并没有当这个官的能力 于是在回去之后就写信拒绝了他 文友章在写信之前其实也明白 这个事不太妥 可还是这么做了 为什么呢 我想啊 这就是面子在作祟 自己家亲戚当上了国家主席 还不能给自己家一点面子 某点福利吗 文友章觉得 这个事一旦成了 自己就能光宗耀祖了 也不用去带写书信 也能够挣更多的钱 在老婆面前也有面子 尤其是那个总瞧不起自己的亲戚 郑大妈 这回总要刮目相看了吧 更不要说那么多的乡亲们呢 你们看 这么多的面子 对文友章来说 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话说面子 在我们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 总显得特别的重要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或许把面子放下 才能把日子过好呢 就像老表医师中 文友章最后的选择 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文友章在等麻烟的回信时 时而是喜喜悠悠 难自持 时而是痴痴迷迷 发神经 整个人就被这个事困住了 而当他在看到麻烟的回信之后 他开怀大笑 彻底放松了下来 不具在乎 在乡亲们面前有没有面子 不具在乎 要靠别人给个面子 他而是让妻子 拿出新做的中山庄 到街上重新开业 自食其力 养家糊口 迎接他那口中 刚刚开始的好日子 让家人衣食无忧 才是他最大的体面 俗话说 人要脸 树要皮 人人都要面子 可面子是给别人看的 日子是自己过的 爱面子的人 表面上看来很光鲜 也不代表你真的踏实 舒适 面子再好看 也比不上内心的自在 与坦然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们曾经如此的期盼 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所以与其说 活在别人的眼里 为了面子 挣扎纠结于心 为了面子死活受罪 倒不如像文友章那样 把虚无的面子放下 踏踏实实 努力奋斗过日子 用自己的双手 打造出不一样的人生 赢得真正的面子 刚才罗勇说了很多 关于面子的感受 那么面子确实总是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王老师 在您看来 面子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刚才罗勇在演讲中讲过 咱们中部这个人情社会 在人情社会 面子应该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说要面子 还有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那么这个面子 在咱们中国的文化中 也是一个和我们每一个人 也可以说是很息息 相关的一个问题吧 但是到底什么是面子 那问你什么是面子 可能就永远说不清道不白 对对对 有的可能就是只能 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那么我们中国人 的确是好面子 不同的语境下 不同的场景 面子的含义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很明显 比如说这个小孩考试 考了班上第一 很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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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个运动员 他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 那的话他自己有面子 他家里有面子 他在学校有面子 他所在的城市有面子 国家有面子 因为国家获得了荣誉 对吧 你如果一个人说 夸下海口 信誓旦旦说 我这件事情保证能帮你做 万一没有达到 他预想的目标 那咱们说 他在他的别人面前 在他的朋友面前 没面子了 失去了面子 丢了面子 摘了面子了 对吧 所以面子在不同的场景中 的确他有不同的说法 对 不同的说法 对 那么我们在今天花鼓戏 老表艺序中 主人公文有章 也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 对对对 其中有一场戏 就是特别强调了 他的这个面子的这个排场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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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你 愁死你 丢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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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懂不叫你 你不等贴 就算了 忘记我去言 忘记我去言 这真是你我也要 凡生日 可永远 伤情死了 文医生费 文先生你本来 十天天 十天天 这一下子 更生了早明经报报应 大人平常 平常 平常 小地方投影 更去过大人 不会 难道不耐着 不耐着 不耐着 明天想起 天想增光 新年都是 别人缘远 明天有明明 新年都是 别人缘远 新年都是 别人缘远 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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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戏特别热闹 也突出了花骨戏的特点 那么花骨戏其实是一个总的概念 它不仅仅是湖南有花骨戏 在湖北 河南 陕西都有花骨戏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湖南花骨戏 罗勇老师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他是这出戏里面的参院人员之一 刚才我们在画面里头还看到了罗勇老师 看了有 扫了一过去 就特别的亲切感觉 突然就是回到当时的那一下 就是排练啊 还有一些演出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当时这个老表医师 是我们建单位后的 我们参演的第一个剧目 参与排练和那个演出这种经历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累 对我们个人的影响也特别大 这个戏呢 我看了以后啊 我觉得 因为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它就是一个人治社会 人治社会啊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权 因为现在这种思想 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 那个特权就是权力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对吧 千里做官只为吃穿 做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 那么就是说 很多人都愿意去当官 你像在这个戏中 这个文有章 他为什么想要官 他不是想当官吗 想当建设厅长吗 对对对 他当官可以什么 当官可以光中要走 当官可以耍耍官威 当官呢 还可以呢 就是他的面子也有面子 有面子 在那个七大姑八大姨 众乡亲中啊 他就有面子了 那么他有了 当了官以后啊 他还可以 就是一人得到极显升天 就是他的亲戚朋友 都可以沾光 所以这种封建时代的这种遗毒啊 可以说一直没有完全的禁止 杜绝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当官 包括现在讲 有一个词叫买官欲绝 很多人是跑官 要官 也没有完全杜绝 所以在这个戏中啊 可以说文有章 他是当时代表了一个封建时代 那种知识分子的一个形象 就想当官 当官我可以如何如何 可以光中要素 按照过去的思维 你看我的老表 我的亲戚都当主席了 给我个一官半职的 那可能易如反掌 就是毛主席没有给他个人的面子 我觉得应该是给了他最大的面子 对吧 因为这个面子不是毛主席个人的面子 对 从个人来讲我是可以给你的 但是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 你站在真正党的立场 站在国家的立场 你当这个官还不行 不合适 因为他的目的当官的动机不纯 对吧 当官 你这个当官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 他现在当官的话是想为自己 有人伺候我 有人为我服务 那么他这个动机是错的 初中就不对 初中就错了 今天我们讲的初心就错了 所以当时应该说毛主席没给他面子 应该是给了他最大的面子 对 所以文友章在当时来说 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了 他在做什么捉刀代笔 替人代写书信的工作 有文化 但是他没有认清我们共产党 我们领导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作风是什么 你看刚开始 马英来的时候 他们说太子来了赶紧下跪 但是没想到马英那么平易近人 亲切地叫他们表输表审 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其中的精彩片段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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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老表弟 甲鱼蕾 走 我们在意 彪生 总不剃痛 胎子云归还不醒他 哦 要不得 我要不得 表少 我父亲不是皇帝 我也不是什么太子 你们就叫我男人 猴子家 小猫拿着一样的 小猫 手掌 不要叫手掌 不要叫我手掌 不要叫我手掌 好 那我就自我干手 我姓真的 我就是他们的圈长 谢谢 来 来 来 我姓拿 表手 走 走 走 请走 请走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们长辈都长到 我怎么好意思走呢 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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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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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安 喝水 谢谢 哎呀 妹不妹 家想睡 这睡 真爹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安逸安 你父亲真是又紧又衣啊 哎 你看 就你们小时候 这些回家里 到时候会有这么发 他都还记得啊 记得 记得 他那个都记得 嗯 表少 呃 哦 可是如今他呀 摊子都不败的 哎 哈哈 今天家里什么困难 怎么连摊子都不败的呢 哎 摆过摊子呢 倒也能转几个钱 啊 恐怖现在不败灾败了 哎 你看啊 要是毛巨蟹的亲戚 现在还在盖上天人佐导待笔 去不丢人先言啊 要是你父亲小得的 不毛也得包的 妈才乖嘞 哈哈 表少 你不小得包 我父亲这时候 你就是 知识基里的劳动人民 哦 他那个要是小得的 包子不败你的 哎 毛巨蟹级别不麻 心里也不败高兴了 手掌啊 哎哎哎 干的 不要叫我手掌 叫我安营 哦好 那我就攻击不语 怎么来 看你呢 公子 所以这个戏呢 它确实是 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很多教育 到现在一直 都有很多启示我们的地方 那王老师 还有哪些方面 在这个戏里面 需要解读的 因为在49年以后呢 我们说是新中国成立了 过去经过28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的确在这个思想上啊 要马上转变 也是很难 很多的人思想 还是停留在 过去旧社会的 那种思想观念中 所以那毛泽东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 我们通过各种史料 就可以看到 他就认识到了 你要改良 人心风俗的重要 他的湖南时候 就非常重视这个 对吧 改良人心 改良风俗 所以你看啊 我记得是1949年的6月份 毛腿写了一篇文章 叫《论人民民主专政》 是吧 它里头啊 就向全党和全国 就是提出了 有一个是叫 教育自己 另外一个叫 改造自己 那么你说改造什么 就是改造 当时很多的人 从旧社会传下来的 旧习惯和旧思想 对一些丑恶的现象 杜绝 提抗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是从那个社会上来讲 那么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 就是对官员的治理 因为支持党 当时角色转变了以后啊 有些官员呢 觉得呢 老子打下了天下 老子现在应该是 稳稳地坐天下了 应该享受了 所以毛泽东在50年代初 给他的家人还有下属 就讲到了 治国就是治力 你想治力一个国家 你先把官员治理好 郡县治天下安安 对吧 那为什么治 他说那个 如果一个国家 官员都显怜寡耻 贪赃亡犯 那么你国家如果管不了他们 治不了他们 天下就会大乱 老百姓就会起来造反 那么老百姓 就可能会变成陈胜吾广 变成张献忠李自成 起来推翻你 你可以看咱们的历史 从古以来 任何一个政权 任何一个朝代 最终走向败王 都是以奢靡 挥霍 纵欲 享乐 贪腐 密切相关 所以你看读读杜牧 写的厄皇功夫 其实告诉了我们答案 情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所以今天你看 在解放初期 摩日东 你看非常的敏锐 站在一个政权的 生死存亡的高度上 对于开始 刚刚露头的 这种贪腐 这种奢靡 就开始 你看 抑制他 所以 在党内有一种 一个社会上 这种风轻气震的 一种生态环境 就跟旧社会不一样 就出现了 共产党的这个 你执政党的官员 你就是应该改变自己 和过去不一样 你过去是为少数人服务 今天你就一定要 转变成为老百姓服务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 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这个戏里面 毛鲁鱼派自己的儿子 毛岸英来看望他的表弟 也就是毛岸英说的表叔 老表就张口就要关 那么毛岸英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回去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信里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我为大家读一下 新的时代 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 已是极端落后的了 而由于通过我父亲 既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这些话非常有启发意义 罗勇你是参加创作的 可以说是不是没有这封信 就没有这出戏 可以这么说 当时创作者之一 那个赵凤凯老师就说 公开表示说 他老表一世的剧本 就是以毛岸英的信为线索 而产生的创作灵感的 最开始这是一个电视剧剧本 但当时我们的单位的领导 可能和专家就觉得这个题材 也很适合我们画国系来演绎 就有一个画国系的版本 就是以平民的视角 从侧面来反映 展现伟人的风采和他的精神品格 就是也同时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那种 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宗旨和初心 而且这出戏特别让我有感触的是 我以为文有章拿到这封信 可能会很沮丧很失落 全村人都会很失望 但是文有章读了这封信以后 人整个变了 他说不让我当官是对的呀 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 这种身体力行的 靠自己的劳动来赢得 我们自己应该得到的这个收获 所以他说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要出去还要写写 为大家这个抄书代写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也在戏里面 再感受一下文有章看到信的这个变化 一字秋过 光景成吉啊 方尘兴兴充子 万若像江水 处书代写照 岖年刚才 rooted 父亲啊 谁来是谁也许有男子女 谁来是子子里里发生机 自己自笔将心必须 何个何人当情仗 羞愧难难年痛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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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远我又去试试 回看 更不知心就心就设回本不回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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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苗妹 起始过夜 有些笑话 飞要一分云去下 我们的故心 这真是呀 啊 啊 像是像是漫天下 为你对我最值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就像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从他那个表情上 从他的那个整个心态上 完全是像换了一个人 就像一个从一个旧社会 一下跳到了一个新社会一样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 一下子提高了 我觉得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过去的封建社会 根本就不可能提为老百姓服务 我们讲天地间有感秤 秤头就是老百姓 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做给老百姓看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就是你做了 为老百姓付出了 老百姓 他真正地感受到 这个执政党是为我们服务的 他就会发自内心地 拥护你 爱戴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 重点可以解读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连结的问题 连结 连结 连政的问题 这种奢靡 腐败 这种腐败 这种贪腐 这种浪费 可以说造成了 执政党最后走向衰亡 今天的我们讲反四风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 那么这些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作风 如果你像过去那样 奢靡 享乐 挥霍 那么你可能就会 重蹈历史的覆辙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强调反腐畅联 没有终结时 只有进行时 就在这里 当前我们一直在纠正四风 在提倡党员 干部 在内的所有的 各个社会群体 要做好这种示范带头作用 以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带动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对 好了 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今天我们有请 王老师为我们提炼本期的品毒 为我们提炼本期的品毒 明言 领导干部坚守权力信公不信私 保持一切为了人民的赤子之心 才会走好从政之路 切实把手中权力 用来为党分忧 为国干事 为民谋利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品毒名言是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好的 谢谢王老师 我们就把这句话收录到本期的品毒名言中